很多人去珠峰到了大门口却选择不进去 就是因为门票太贵 珠峰景区门票自驾车每辆收费400元 除司机外乘客每人加收180元 最后30公里路你必须乘坐的景区大巴车每人收费120元 所以如果您是两人一车自驾珠峰 您总共需要的支出是820元 关键是您花了这大几百块钱还不一定能看到珠峰 为什么呢 因为景区大巴车只负责把您送到珠峰脚下 能不能一堵珠峰的真容还要凭运气 如果您运气够差 当天正好赶上雨雪天气 那您这些钱可就算是白花了 因为天气不好能见度低 珠峰会被遮挡的严严实实 你什么也看不到 珠峰这个视频发了一年了 观众们在我的评论区也吵了一年 之所以珠峰门票这个事能引起人们如此巨大的争论 就在于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看法的差异 这取决于人们不同的成长环境 人生经历和价值观 其中50%的人认为珠峰门票太贵 花大几百看一座山不值得 在我视频里免费看也不错 有30%的人认为珠峰属于国家自然景观 不应该被当地人圈起来做成收费景区 还有接近20%的人认为珠峰门票一点都不贵 道路修建景区环境保护都需要花钱 而我认为珠峰确实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自然景观资源 对游客适当收一些钱用于道路环境的保护是可以的 但门票定价不应该过高 参考国外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很多地方都是免费进入的 北美的班夫优胜美帝森林公园 最多也有三四十美元一辆车 而且可以玩一个礼拜 相比之下 我们的珠峰收的可真是不少啊